大家好 今天影片就留下多油 多油品种是特别的多的 今天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掰下来的叶片 不要给它扔掉 可以给它做二次叶叉 那么怎样做二次叶叉呢 很多新手特别的不懂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二次叶叉 我们平时在修剪这个多油的时候 都会把底部的一些老叶片给它掰掉 只是掰掉下来之后可以给它做叶叉 首先说一下叶叉它会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 这个地方长出来之后呢 可以给它做二次叶叉 那么怎样做二次叶叉呢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种的话已经冒出了小窄了 冒出小窄之后呢 咱们可以用到一把比较锋利的剪刀 或者是小刀 用到我们平时不能吃的一些酒精 或者是高度酒给它做一个消毒 避免它切下去之后出现一个感染 我们把这个多肉往这个部位给它切除 切掉大家看一下 切掉之后呢 这一块还可以进行二次叶叉的 只要把这个切口给它晾干之后 做二次叶叉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再浪费一颗叶 或者是用一些酒精或者是一些消毒剂 做进行消毒也是可以的 这样你就能够做二次叶叉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些小妙招是不是特别的棒 只要敢想就敢做 敢做了就能够成功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多肉叶变 其实可以做二次叶叉的 只要肯动少 就能够让它继续的长出小窄 就能够一颗变多颗 一盘变多盘的了 这样就不用去花卉去长 购买一些 我们正所谓的一些多肉了 另外就跟大家说一下 进入这个四月份 就是春天了 病种害的高发期了 一定要做好防虫水部工作了 特别是一些初级料栽种的多肉 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虫害的育群 一些红基础百分之类可种 隐藏在这个花盘里的 这时候你可以用到这种 肤虫胺 类似型的肤虫胺 给它适当的撒一点点 到这个盘毒表面就可以了 它一旦肯息到了 它就慢慢的死掉了 使用一次药效可以长达 40天的时间了 基本上使用两次 就大大的减少病种害的发生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多用二次夜叉 好了 下期再见